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北门蒜味肉羹 但是现在没位置 先到外面等 北门蒜味肉羹渔民国55年创立 号称是阿娘给的手艺 以大量切碎大蒜加入羹汤当中 我点的肉羹汤不止有点缀的蒜酥 汤内全部是小小切碎的蒜 我个人不太敢吃蒜 但这却煮的汤汁入味相浓 无声串味了 肉羹则是扎实又软嫩的口感 这是醋吗? 对啊 有点不够熟 这个是汤汁 不够熟 有点饭 有点餐 有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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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东炭烤烧饼店 就在罗东市场的旁边 我刚刚在路边边走边吃了 这个胡椒饼的饼皮是比较软嫩的 很有嚼劲的那种 司马超级多的 里面的肉这么的丰盛 一个45块 好一碗 好一碗 热的红豆汤圆 这是第二次来吃了 在菜市场里面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汤圆 但是这家的红豆汤圆 就是好好吃哦 汤圆很软Q 非常的软Q 红豆又很软烂 今天难得的好天气 来到罗东文化工厂 罗东文化工厂是一个展演的空间 那它的建筑是最有特色的 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太平山林业的历史 建筑主体大量使用工业主张的设计素材 像是钢材啊 波罗粥铁木 具有简单环保 容易维护人等等的特质 在갑点树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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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